來 施銘老師 我本來就是一個 非常喜歡穿中心風 所以其實我西裝非常多 然後這真的只是剛好 他都幫我今天挑了米色系的 我自己身上的這個是連身褲 我就覺得連身褲的好處是 我下面不管是球鞋 還是這種靴子都很好走路 然後它的褲管有時候 塞在靴子裡拍照 然後也很好看 我自己搭的這條皮帶 是因為顏色 我就覺得它有點太白了 太素 然後我連裡面還是搭立文家那個 他現在的運動內衣 所以我覺得它很搭 就是也不會有一種情色 因為就是都休閒休閒的 那我就覺得 怎麼會呢 妳整個這樣大滴也不會情色 我整個打開都沒關係 沒什麼聲音 就是它這一邊長得很有個性 很時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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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像如果我們三個 阿喜或慧如或我 我們這樣一打就是 大衣服 對... 就會很... 就會很... 你們不是走... 這一塊不是走時尚風 對... 我必須講是不是 像妳說像我們穿美玲那個衣服 我們一定噁心死了就是 所以我跟美玲老師 可是美玲可以喔 沒有任何情色感 對 完全沒有 有個性 你們算是有個性 不能穿這個就是沒個性 不是啦 就是... 妳就會覺得我們有在兼猜 對 好 再來我就要講飾品 因為其實我發現 我跟阿喜有一個很... 一樣的困擾是 我也是屬於頭比較小顆 然後下盤比較寬 就是都比以前胖... 妳這樣算寬啊 對啊 因為她要求自己啦 因為這個有點這樣子寬 妳想要偷阿喜下水 對啊 真的 妳要不要看一下阿喜 對... 妳講大胸不食尚 屁股大不好穿衣服 她都有 她是要冷靜 等一下 我又比較吃虧的是 我肩膀比較窄 所以我很容易看起來 屁股這一圈很大 然後因為頭比較小 所以我才會耳環的選比較大顆的 我的第二套是 我現在都非常喜歡 蒐集各種襯衫 我後來發現其實 簡短的還是擺一套 沒有 它本來就是這個七分秀 然後它就是裡面搭襯衫 或再熱一點搭背心 然後其實秋冬一點 裡面可能長版 長袖也沒有關係 然後這個的話 短褲就是如果下面是配長靴 然後我會在上面再搭這個帽子 非常喜歡的 就是大帽顏的帽子 對 然後再戴個太陽眼鏡 基本上就是可以接拍這樣子 就是工作 對 就是工作狀 然後再來我也是 今年真的很流行皮 然後這個長度 它就是一樣你可以當外套 或者是單穿當洋裝 我又不想要露一小截小腿 因為露那一小截其實很不好看 很尷尬 大露 要不然就不要露 對 要不然就不要露 所以我就為了它 我會 這也是我家的另一個 整套的西裝 但我就把它搭在裡面 對 就變這樣 然後就一樣再搭像這個靴子 對 然後其實像帽子 我覺得像這種就非常的方便 小一點 這個好甜 小偷帽 有半顆頭的 對 然後也比較去教課什麼 也比較不會讓學生覺得有壓力 因為戴這個有點太隆重 它那個帽也太大 對 我的穿搭就是這樣 那我要問老師的就是 我的唇色 我今天都還是挑比較淺色的衣服 可是就是因為我膚色 也是這種健康膚色 所以如果我沒有挑對唇色 就會看起來黑黑髒髒的 我是覺得詩敏她自己已經很有風格了 所以你不管怎麼做 應該都是好看的 然後她輪廓長得又深 只不過她的輪廓 讓我想起了最近很紅的一部 戲當中的女主角 什麼 迷豆子 哪一部 我不是在那邊玩嗎 不是說同學賣納斯嗎 誰一直 哪有 不是 是Penhouse 上流戰爭裡面的基礎園 因為基礎園就是那種輪廓 就是一天天的這樣子 它在裡面就是那種很強勢的 它其實會有套裝 會有洋裝 可是它不管怎麼樣 它就是有一個紅唇 紅唇好難講 對啊 而且它戲裡面的紅唇 跟現在流行函妝紅唇 完全不一樣 所以你說紅唇 像它嘴巴這麼薄 是不是更難駕馭紅唇 對 其實基礎園的嘴唇 原本也不厚 可是它嘴唇是比較薄的 所以它在戲裡面 大家看到它那個紅唇 就會開始去研究 它的嘴唇是不是去打什麼 不是 其實是靠化妝的方法 一般韓國女生的畫法都是 在下唇往內側的地方塗一下 然後嘴唇互相抿一下 就好了 就是用抿開來的 自然的漸層的這種畫法 但是如果你要像這個 上流戰爭裡面的金素顏的話 拜託你 今年你一定要準備一支 歐美其實非常流行用唇線筆 老師 手抖很難畫唇筆 都會 都會看到 兩個怎麼畫 對象 那可能你在酒精的攝取量要減少 那我可以教你分享 因為我不要講說酒精 酒精應該是我喝的最多 你要 你要 把筆躺著畫 躺著 不是你自己躺著畫 老師 筆借我 你要這樣躺著 平的 把筆放平 放平 讓筆這樣子畫 就不會這麼的 對 好 在用唇線筆畫唇的時候 有兩種狀況 一種就是你原本的唇的條件 已經不錯的 就是說你只是想要畫得比較流行 因為在戲裡面 金屬炎它的唇 它的唇風非常明顯 它會特別去強調它的唇上緣的 這個唇 唇風的位置 然後它會把下緣畫的往下畫 把它整個擴大 如果你原本的唇的條件 就已經不錯的話 我建議你 你可以直接先用口紅 畫好了之後 再用唇線筆 把它往外推 這樣比較簡單 但是如果說你真的 像 沒上唇 對 就是上唇量測快不見了 真的 你這樣鼻涕很容易吃到 沒有阻擋 這樣子 真的 如果是像這樣的話 我就建議你要先畫唇線 好 我們在畫唇線的時候 我們先定出人中的點 然後把V畫出來 然後接下來 你先決定你的嘴唇的邊緣 剛才欣賓姐講的這個時候 我們就是要躺著畫 我們好不容易技術穩定了 可是又不流行有風了 對啊 好怕 對啊 老師 我有個問題 像我們這種嘴唇很薄的人 挑紅唇的顏色是不是也很講究 其實紅唇的顏色跟膚色 譬如說冷色調或暖色調的膚色 一般來講 冷色調的膚色 建議大家就是偏冷的口紅 你的顏色 膚色看起來會比較亮 就是紅色有偏橘紅色 對 可以有一點點像眉紅色 眉紅色就偏冷 橘紅色 傳統的紅包色就是比較暖色調 我們兩位班長他們是 我是很愛的 所以你平常穿螢光色 但銀飾比較好看 然後你會覺得你穿一些比較 譬如說咖啡色好看 一般我們穿大綠色 對 但你穿大綠色會好看 就是很特別 就是你的膚色調 會跟你的穿身上的顏色 去做前進 當然中央的這個點 就是你的正中央 往下去找你的唇中 是下唇最寬的位置 然後一樣旁邊滑過來 老師我會有個問題 有時候如果你有畫唇線 因為我們嘴巴薄 唇線都會往外畫 但在中間塗口紅的時候 會覺得這有一個交接點 沒錯 看你吃什麼 看我吃什麼 吃豬腳的問題 吃豬腳就只這樣框 就是有吃 他都沒有了 補一下這個 我們把框畫好了之後 如果你擦了紅唇 是真的會比較容易講話 或吃東西的人 直接用唇線筆壓色 浮滿 對 把那個空 用唇線筆 當口紅 也不會覺得唇邊的也很明顯 對 其實如果上唇留白 也是滿有特色的 還會講話 留白留在這幹嘛 好可愛喔 你很適合大嘴巴 好 你看 我們先把這個唇線 整個的描出來 接下來我再上口紅 不要完全用霧面的 它其實因為霧面 很容易顯唇紋 但你在戲裡面看到 它的嘴唇其實是平滑的 而且怎麼樣跟外遇的男 那個會長怎麼輕都不會吊色 對 怎麼輕都不會吊色 我覺得跟老師 生活在一起追劇 是一件相當無聊的事情 因為他一直在研究說 他的抓 然後我們一直在看劇 跟著劇情哭泣 然後生氣 只有他很冷靜 我們在看那個親吻戲說說 他們兩個打得好火力 然後老師看說 他怎麼不會吊色 對 他這個怎麼疊 跟我們看的點不太一樣 他怎麼疊的 對 所以老師現在這顏色 是屬於暖色調嗎 還是冷色 它是屬於眉紅還是暖色調 它屬於偏一點點冷的紅 一點點 老師 那我們吃完東西要補 是補那支筆還是這一支 喂 還是補口紅 一樣 筆補完再補口紅 好酷喔 剛剛耶 好漂亮喔 他臉邊好白 對 臉變很白 很襯膚色 剛剛會覺得你有點蠟黃或 灰灰的 對 然後感覺好像快生病那種感覺 好 然後紅唇真的是比較麻煩一點 我們要稍微壓一下 我半天你把它壓掉 沒有 其實現在的口感 其實我壓只有掉一點點而已 所以這個時候我會再壓上一點點蜜粉 灑在這裡 邊邊 讓它不會往旁邊暈開 對 邊邊 你看這樣子 好好看喔 好漂亮喔 它整個的膚色變亮了 然後個性感跟剛才也不同 完全不一樣 好健康喔 因為人活起來了 對 先用唇線筆畫出輪廓並壓色 再用唇膏將唇補版 不但皮膚變得更亮白 紅唇更顯好氣色 看起來是不是美呆了呢 可以用唇線筆畫出輪廓 所以好感動 也可能消失了 不但全面出了 再用唇線筆畫出輪廓 詞錶畫出輪廓 真的非常有趣 很明顯